歡迎您收看突發奇想 我是安又齊 中二不選落幕了 不過台中市長盧秀映的硬仗 才正要開始嗎 包括了台中捷運鎮英站的出口 為什麼要設在嚴家土地上 以及到底有沒有把社會住宅的用地 賣給建商去蓋豪宅 土利等等 這一些恐怕都只是前菜 而且都只是小菜一碟嗎 因為今天呢 金傳宜蘭縣長這個林茲廟 他竟然被廉政署大動作的帶隊 搜索了住家以及官邸 而且地震局長還被叫去約談 再加上之前綠營已經點名了 雲林的張立善家族 未來如果這些事件串連在一起 對於未來的政治情勢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會造成靠向民進黨的西瓜效應 還是會出現國民黨所期待的 這個鐘擺效應呢 因為現在國民黨在敗選過後 還沒有徹底檢討 竟然已經訂掉朱立倫沒事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在中常會後呢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林濤出來對外說 其實呢在會中 大家都覺得敗選沒關係啦 因為同黨贏命嘛 要大家共同來承擔啊 意思就是呢 這可不是朱立倫一個人可以擔得下來的嘛 而且呢朱立倫還拋輸了 要擴大決策圈 這樣的一個這個風向球 而且直接點名喔 這個韓國瑜 侯友宜 盧秀燕跟趙少康 你們通通一起來參加決策圈啊 所以呢 這個朱立倫到底葫蘆裡頭賣的是什麼樣 只是呢朱立倫話才講完 馬上就被侯友宜狠狠打臉 而且國民黨的支持者 這樣就會被呼嚨過去 就會買單嘛 好另外呢 來看到的是 這個全球疫情延燒喔 台灣這一次恐怕也無法倖免喔 所以呢 在疫情這個部分 台灣未來到底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呢 好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 廷學尾 各位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又齊大家好 資深政記者尚一夫 大家好 資深政記者周年華 又齊好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周年華平 大家好 殘勤專家修敏寬 又齊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喔 一個政黨呢 這個在這個三連敗之後喔 不但呢 這個沒有深刻的檢討 而且呢 黨主席歸縮了這個四天才出面到現 這樣居然黨主席可以沒有事 這個就是國民黨喔 我們來看看到底發生什麼狀況喔 敗選當天落跑不說 而且呢 朱立倫被罵翻之後呢 現在呢 為了要彌補呢 才開始做出這些動作 包括今天最新的喔 就是呢 這個到了大溪頭寮 向蔣經國來夜靈啊 而且呢 最扯的是隔了四天才發了簽字 懺悔文 來得及嗎 好 朱立倫在懺悔文裡面說呢 失敗呢 他會一肩扛起喔 而且呢 因為要制衡喔 所以呢 絕對不會放棄喔 還說選輸了 被罵應該啊 所有的承擔 我就一肩承擔吧 但是呢 底下的留言 絲毫不留情喔 說第一時間已經過了 來不及了 你辭職吧 還說呢 唯一支持韓國瑜 國民黨呢 就是敗在自家人的手裡 所以看起來 藍營支持者不買單喔 連這個青藍的媒體人 羅有志都說 真是死豬 不怕滾水燙啊 罵了四天才一篇洗白文 果然危機處理 比王力宏還慘啊 而且三連敗之後呢 我們看到 國民黨的內鬥大戲呢 現在早就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喔 我們先來看呢 昨天是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中常會喔 結果在中常會上呢 朱立倫不但自己說 補選戰 我那麼低調 都嘛是因為 嚴加不願意政黨對決啊 而且呢 會後呢 國民黨文長會主委林濤 還出來給了個結論 說呢 這是中常會的結論呢 結論是什麼呢 就大家都覺得喔 這個敗了嘛 沒關係啦 因為同黨一命 大家共同承擔啊 所以呢 這個不是朱立倫的問題喔 是要大家共同承擔的 所以朱立倫沒事了嗎 而且呢 朱立倫還出招喔 直接點名 韓國瑜趙少康侯 又與盧秀燕喔 說你們說要這個 擴大決策宣 那就大家一起來呀 所以周刊王說呢 面對島珠勢力的逼供 朱立倫也派出了挺朱敗的中常委 提案要開黨式會議喔 藉此來向不配合黨中央決策的 縣市長來攤盤 要大咖共同承擔 2022的承辦 當然這是朱立倫的如意算盤 可是這一些這個縣市長 這些大咖喔 有這麼笨嗎 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朱立倫喊出共同決策呢 結果呢這個底下不是很多人 喊說朱下含上嗎 結果韓國瑜發文了 韓國瑜說呢 莫散了團體修會了這些路是對的 就不怕路緣 我們一起來努力吧 不過昨天這個周伟航老師喔 是在我們節目裡頭說 其實這是一首長頭詩 就表示韓國瑜不會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前面幾個字 莫修路救我了 就不要修了 但是呢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許初華 之前卻講說 其實韓國瑜不會再從政的啦 為什麼不從政 他的理由是 因為目前政治速殺 氛圍太重 敢嗎呢 那民進黨立委 林俊憲則解讀說 韓國瑜明明話中有話啊 他說這個路是對的 就表示說 是架死無能啊 而且他說呢 不怕路緣 我們一起努力 就是要深藍韓粉等 再聽到 韓國瑜說 Yes I do啊 那政治評論員 胡中信則說 朱立倫就是劉阿斗嘛 那韓國瑜就曹操啊 所以朱立倫那麼弱 所以就會被韓國瑜 假天子以令諸侯嗎 但是呢 現在呢 這個如果韓流真的再起了 會如何牽動 藍營大咖之間的禁和呢 藍營幕僚說 韓國瑜的特質就大好大壞 如果替黨在六都 戰立功的話呢 會不會他假著名氣 反過來綁架黨啊 接下來他就要選2024了 搞不好他連主席都要選 再加上呢 韓國瑜在民眾黨 可是壓了一隻自己的人馬啦 所以就是黃文才他們啦 所以他說 2024柯寒河 也是很有可能的喔 那藍營組織系統則說 外界傳到朱立倫本來想連韓治侯 靠韓流讓自己在2024上場 結果呢又怕被反噬 所以考量之下呢 不排除換打侯友宜排 但侯友宜會讓你打這張牌嗎 好侯友宜被問到說 欸這個好像有這個黨代表提案啊 朱立倫也同意嘛 縣市長一起開黨事會議啊 結果呢侯友宜馬上說 為國家人民做事才是現階段的目標 所以呢侯友宜接下來的動向 當然這個也受到外界的關注啦 但是就先請教他這個學尾了 昨天國民黨這個中常會後 大家都覺得敗選沒關係 同黨一命 反正大家共同承擔 你們也不要來追殺朱立倫了 所以朱立倫沒事了嗎 當然不可能沒事啊對不對 你同黨一命是你自己喊的吧 真的 你把大家都哭到上面說要試待的都要試 問題是現在有可能嗎 包括我只跟你講說 我昨天就預告說以後藍天行動聯盟 你只要開中常會的話 每次到每次去抗議 天天來 對天天來 他就是抗議就告訴你說 你今天朱立倫不下台 我不罷休啦對不對 那我是勸朱立倫講 真的不要再解釋了 你現在是越描越黑你知道嗎 你所有的解讀人家都是為了你說 人家都知道說 你就是為了2024對不對 你現在只要道歉 多做事少說話 不然你就漸漸 真的在這時候漸漸勝過一切 你現在講到任何事情有什麼用 你現在還要搞什麼擴大決策圈 我跟你講這個擴大決策圈 他講說年底九合一選舉 不管提名或相關策略 要黨內同志共同來參與 共同來決策 問題是黨內同志 這不是打迷糊仗嗎 黨內同志有哪些人 對不對 你現在要的是諸侯 地方諸侯 還是有聲量的人 你到底要不要叫韓國瑜 要不要叫趙薩康來 這兩個裡面在黨裡面 沒有黨職 你覺得這兩個人講的東西 可以服眾嗎 那問題是地方諸侯來 地方諸侯為什麼要跟你混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很很現實的問題嗎 對不對 像今天林之廟 他的官邸 被搜索也被招去問話對不對 他現在傳出來說是跟四地重化有關 四地重化這種東西 動輒得救 你今天在朱立倫 你以前干過新北市長 桃園縣長 那你要不要去了解 要不要去相挺一下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包括說你今天一直講2022 那2022你有機會勝選的話 你現在的重點是要幫他排除任何困難 如果有那個實力相當者邱愛角株的話 你要協助他統和協調 對不對 搞那個籤字文幹什麼 你寫了籤字文抵不過韓國瑜的25字文 你丟臉還沒丟臉 韓國瑜25年而已 一個半小時 2.7個 2.7萬個讚 對不對 還有2000多則留言 那2000多則留言全部都是 挺韓國瑜的 支持韓國瑜的 那你朱立倫出來的全部都是在罵你的 人家還會轉傳對不對 1000多個轉傳你看 那你就表示說人家韓國瑜的人氣在哪裡 所以你今天一直車車車有的沒的要做什麼 好啦那今天帶了黨籍主管 跑去投聊夜靈 朱立倫還講說國民黨堅定立場就是愛台灣 台灣的民主政治不能讓民進黨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對不對 他說民進黨今天做的所作所的 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在摧毀在野黨 那我就問一下朱立倫 這幾句話裡面存在了三大疑點你知道嗎 第一個疑點 你說你愛台灣 好啦愛台灣 現在F-16V的那個軍官殉職對不對 原因出在哪裡 就是你共機天天老台 脫不了干系嘛 去年一整年950幾架次這樣來老台 真的 那你是不是壓縮到那個空軍飛行員的那個 就受訓練時速 所以你像老共講一句重話沒有 你今天有沒有讓人家覺得說 你一味在討好中共 讓人家覺得說 明確的讓共產黨知道說 你現在打壓攻擊台灣的話 國民黨一定會站在反共的一方嘛 這款就叫做愛台灣啦 他就把反共的一百神給趕出去了 對啊 之後話還講得出口喔 你只用說愛台灣 跑去蔣經國那個頭寮靈情 那邊拜個花拜拜 你叫是神主拜的更快就有效了 那沒效啦 你只說說沒效啦 還有第二點 第二個疑點就是 你說民進黨一黨獨大 那一黨獨大一黨專政是誰造成的 今天就是因為你國民黨爛 沒有能力 只會內鬥利欲勳勳啊 真的 就是因為這樣 你這樣的在野黨存在之後 你執政黨當成一黨獨大 他當成專政啊 對不對 你沒有發揮一個監督在野黨 監督的力量 你怪誰 你今天怪民進黨獨大 獨大也是你國民黨造成的啊 好那第三個疑點在哪裡 你說民進黨在摧毀在野黨 政黨政治本來就是一個競爭啊 他不把你摧毀啊 難道你指望說民進黨 把政權攻守讓給你喔 對不對 我今天選贏 我說我請助理由國民黨黨主席 來當我們的黨魁 來當我們的總統 你真笑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 講了一句話存在那麼多的疑點 聽人聽也聽不懂啦 好啦那你現在又告訴人家講說 侯市長啊 盧市長啊 我們執政縣市長啊 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的 我跟你講這個就讓我想起 唐朝的那個時候的凡政歌劇啊 你只要凡政歌劇那個時候是什麼 唐朝安死之亂之後 外地的將領就不受你中央控制 為什麼要受你中央控制 你中央弄了那麼多的節肚使 你只不過是幫我抵御外伍啊 那你黨中央在幹什麼 那時候唐玄宗在幹嘛 他政策失誤 怠惰朝政 還寵信楊貴妃有沒有 連白居易寫的長恨歌裡面 都跟你講說 漢皇仲色施清國對不對 你整天就好像玩樂遊戲玩樂 你都靠一些諸侯靠節肚使 那這些節肚使不起來的話 欸難道他不用自保對不對 我每天把力氣花在維護 你黨中央的力氣上 那我自己的江山都丟啦 我好不容易在地方上執政對不對 難道你要等到 朱立倫你要等到地方來造反嗎 就像安禄山跟史詩明一樣 我造反我就看不起 看不怪你黨中央 所以我這邊講說 這個黨中央的一些決策 難道會造成今天的地步啦 好啦那現在朱立倫 這幾次之後他公投的時候 就跟你說政黨對決對不對 政黨對決慘敗之後 他現在聽到政黨對決 這四個字就縮起來 走得要死對不對 我是跟你說不用怕啦 政黨對決不是不行啦 問題是你要站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嘛 你要擬定一個對決的方案嘛 到底要怎麼去跟人家對決嘛 你現在要突然間跟人家講說 我要下鄉 什麼傾聽基層 傾聽民意 我說一句腳拍的 你下鄉之後 你有能力去整合這些問題嘛 下鄉這麼多人 每個人都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得掉 那你聽了之後 你不是更混亂 你有辦法去整合嗎 你有辦法去把裡面這個話意求同嗎 對不對 而且你的民意底氣根基夠不夠嘛 你朱立倫支持度這多少而已對不對 各位訴 這麼幾%而已 那你下去你要請聽民意 那你不是笑死人嗎 那民意都把你掩蓋都把你淹都淹死啊 那你下去之後聽了這麼多 根本就是流於形勢啊 對不對 我現在講國民黨裡面內部最大的問題 就是包括諸侯 現在是日頭請人 隨人顧死命 那老百姓的話根本 你說黨員 基層黨員 他根本沒有一個追從 一個追隨的目標嘛 本來人家講說上行下下 對不對 我今天講了一個命令下來 或者一個政策下來的時候 是你要讓老百姓能夠追隨 能夠跟從啊 你自己就搞不清楚 就像我剛才講說 大家投了月齡 講的那個三大疑點 你三大疑點 把它釐清 把它搞清楚之後 你才有可能當一個 能夠指揮所有國民黨的一個黨主席啊 否則你坐在那邊喔 好啦 我覺得如果是今天講的這個話不錯啦 死豬不怕滾水燙啦 對不對 你弄了一個長千字文 許白文 我跟你講喔 你這樣講的話 你危機處理 真的比王力宏還慘 而且你現在跟的是殭屍黨主席 這個令不出巴德那個黨部啊 所以我像朱立倫喔 你真的這個時候 風頭上喔 我勸你了 點點看 來問一下這個義夫啦喔 這個朱立倫還在算啊 喔本來我看到那麼多寒流 那麼多寒粉都衝出來 那我來連韓這個治喉好了 結果後來想一想不行啊 萬一寒流反噬我怎麼辦 那我還是來打侯友宜排好了 是這樣嗎 侯友宜現在有跟他這麼好嗎 那另外就是 你怎麼看啦 當然這個他現在講說 那就擴大決策圈啊 然後直接點名了這四個人啊 韓趙 侯魯啊 問題是 他點他這個策略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不來你就不團結喔 如果來了選不好 大家共同承擔喔 哎 好像好事都是朱立倫 所以你怎麼看他這一招啊 我覺得一件事當然是 趙少剛喊要擴大決策圈 當然你敗選之後 你又躲起來 現在人人如過街老鼠 大家都喊打的時候 你怎麼辦 強勢著說擴大決策圈 你如果試著你不從 你會被打死嘛 所以就從了嘛 那從了又怎麼樣呢 我聽你趙少康的嗎 趙少康能跟韓國瑜抗衡嗎 在黨內力量 趙少康可以大過韓國瑜嗎 所以嘛 我把韓國瑜拉進來 然後諸侯裡面最大侯友誼 我把你拉進來 盧秀遠我把你拉進來 那意思就是說 趙少康你不是最強的 我擴大決策圈 你也不是最強的 所以這只是一個 某種程度的稀釋法啦 但是我覺得朱立倫 當你在回應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的腦袋裡面就是想要 稀釋法以我為尊 你們找來的時候彼此牽制抗衡 結果到最後 大家你們去比誰大小吧 但是有一個問題 決策圈裡面為什麼沒有年輕人 決策圈裡面為什麼沒有 重要的社會人士或什麼樣呢 都體查名義的人呢 如果你的決策圈是這一群人 那不要也罷啊 所以說說而已啦 我覺得他目的就是 反正敗選了嘛 已經人人接約寒達嘛 那就那就這樣吧 當然裡面最大的問題 其實朱立倫 什麼拉喉啦 拉喉治喊也好啦 拉喊治喉也好啦 拉召治誰也好啦 什麼都好啦 重點是沒有一個人 要跟他拉一起去對抗別人啊 重點在這裡啊 你拉喉去對抗喊 喉會站出來對抗喊嗎 不會嘛 所以我覺得那一件事 你現在他的弱勢 他誰都拉不動啦 他誰都拉不動啦 誰也誰現在想跟他結盟啊 結盟要找強的 誰要去找弱的啊 那是你找弱的幹嘛 你你找弱的在一起 有意義嗎 嗯哼 你找弱的在一起 有意義嗎 嗯哼 你找弱的在一起 嗯哼 你找弱的在一起 有意義嗎 嗯哼 你找弱的在一起 有意義嗎 打天下是集結所有的人 那這一些人 當然我不管你是什麼人 打天下就這樣 我管你炒扣了 流氓什麼土匪 我全部拉出來 打下天下以後一封城 這些人都變成了 那問題是 重點是朱立倫沒這個能耐 現階段他沒這個能耐 那朱立倫其實最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韓國瑜不是侯友宜 不是趙少康不是盧秀燕 他最大的問題根本不在這裡 他最大的問題在他自己 怎麼會在別人呢 我請問你一下 當天到底是誰建議你不要出來的 誰建議你不要出來的 林濤啊 林濤就是主子你不要出來 這個鍋這個鍋這個箭這個槍我全部扛啊 他叫你不要出來就不要出來 你知道這種 你知道提出這種建議的人 基本上不是幕僚 他基本上叫加成 加成 主子你打下來的天下 我要把你維護 你的面子我要把你顧到 你不能受傷 我可以出去被萬劍穿心 主子你都不能中一劍 這個叫加成 你講的是弄成 所以你就變成一窩蜂聽加成的 又沒有政治幕僚幫你分析 這樣做是不對的 然後自己又沒腦袋 結果就會這樣 結果就會這樣 然後你今天所有你面對的問題 現階段不論是韓國瑜也好 韓國瑜基本上在國民黨裡面的 基層實力 現在看起來好像比朱立倫強太多 對 強太多 侯友宜不用講 那個民調是每次把你甩的圓圓圓的 那盧秀燕現在雖然有點困難 現階段面臨艱困的狀況 但是再怎麼比比政治好感度聲望支持度 他還是比你高 連盧秀燕都比你高 然後你現階段你看到趙少康 對趙少康他至少他有媒體啊 他在媒體罵你你也只得被乖乖的打著啊 所以你從各層面來看 朱立倫只有妥協再妥協 所有的事都妥協 那現階段黨內裡面呢 當然你從昨天的中常會也好 以及在其他來看 雖然黨員或支持者的情緒 情緒要你下台 但是你看到在國民黨裡面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並沒有這個浪潮 所以相對朱立倫會安全一點 因為如果說只是底下的浪潮 其實你罵罵罵罵久了你就不罵 但是如果政治人物跟底下上下一結合 就要推倒你的時候 那個力道幾乎是朱立倫可能擋不住的力道 但是現在沒有 沒有的原因是政治人物大家都在盤算 如果你下來誰上來選 如果許淑華說的是不同政 韓國瑜不出來選 結果張亞中來了 全黨跟著又再倒一次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都在盤算 現階段換人對我有利與不利 尤其是檯面上縣市長或是這些議員們 他都在盤算我要選舉了 如果你你現在再給我搞一次 結果來的上來的人 是把黨會帶到一個可能往更紅的地方走的話 他都不要玩了 所以現階段為什麼說我說朱立倫 目前為止相對來說安全一點 所以你看得出來朱立倫現階段的狀態 是已經趨向於一個大家都不會 不太會去結盟想到2022的結盟 或是2024的結盟都不太會想到朱立倫 那至於朱立倫臉書的時候 如果大家仔細去看 有一句話看了我都不曉得我該笑還是該哭 就說2022年會提供足夠的陸軍跟空軍 這句話我聽了我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你能揮動多少陸軍 你中二的陸軍都在嚴家手上 你都沒有陸軍 空戰你的空戰是很有資源可以打嗎 所以大話講太多廢話超過大話 然後呢這些人每一個人都比你有實力 每一個人跟你結盟 我覺得先考慮自己的問題吧 不過問一下年晃 然後這個表面上好像弱勢黨主席 其實試一下朱立倫還在算啊 你看喔他說這個要擴大這個決策圈 點名了這個韓國瑜趙昂康侯友宜盧 趙昂康很多人都在講說你們是不是之前私底下旗已經講好了 然後就把這些人拉進來這個是不知道 但是盧秀燕不是在中二補選之後就傳出來說 他對這個黨中央失望透頂嗎 那侯友宜跟這個朱立倫的關係有比較好嗎 居然還傳出來朱立倫還想打侯友宜的牌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啊 朱立倫講擴大決策圈 表面上好像呼應趙昂康的說法 但是他也是一個人決定要擴大決策圈啊 所以你還是一人決策嗎 你還是自己決定嗎 我也不是說黨主席不能一人決策 但是你必須要這個非常的英明 那剛剛益夫已經描述過朱立倫身邊的人 基本上就那就算了吧 就也不怎麼英明 就是說如果主席自己不夠英明 然後又沒有好的幕僚 然後你又不相信其他的人 那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今天我看自由時報也去問了幾個縣市長 比較客氣的是說現階段這個市政為主 那盧修瑩是直接不回應 沒意見 現在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是國民黨縣市長 而且我是今年底要連任的 大家可以將心比心 以國民黨從朱立倫上任以來 或是我們時間推的更久一點 從2020年的1月11號總統立委選舉以來 到1月9號的補選跟罷免 國民黨歷經九場選戰 戰績是二勝七敗 唯二贏的是罷免王浩宇跟陳柏惟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國民黨縣市長 你年底要連任 你覺得你會離國民黨遠一點還是近一點 當然離遠一點啊 太恐怖了 大家都聰明人嘛 不是離國民黨遠一點 是離朱立倫遠一點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嘛 因為對於今年底要連任的縣市長來講 他現在想的是說 我怎麼樣才能夠連任 你現在跟他講說 國民黨未來發展什麼2024 關他什麼事啊 那是你朱立倫要去擔心的 我只擔心我要連任嘛 對 所以很清楚的 你現在把這些人拉進來決策 你覺得這些人吃飽換腰嗎 他去跟你決策什麼 那萬一年底選不好 到時候朱立倫說 這大家共同決策 大家一起單喔 不要只找我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很大的問題 是在於這裡說 想負責任的人沒有位置 想做事的人沒有位置 然後站在位置上 不用做事 包括朱立倫 包括趙浩康都講 趙浩康只要出一張嘴就好 還不用負責任呢 敗選以後 中常會結論沒關係呢 反正同黨一命 大家一起扛啊 這個其實 從拜選當天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覺得 國民黨就反正罵一罵 講一講 沒事了結束 結束了 對不對 這要結束了 國民黨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韓國瑜其實是朱立倫的 護身符 因為有韓國瑜存在 所以沒有人逼朱立倫下臺 你看 沒有還有張亞中的存在 你如果逼朱立倫下臺 現在主席改選 請問誰會出來選 張亞中韓國瑜 那你覺得誰當主席會比較好 好像都差不多 朱立倫還是比較好 朱立倫還是比較好 對小平聰明 就至少是個正常人嘛 正常輪嘛 可是韓國瑜是藍綠都能接受的人選啊 藍綠 你尤其你這樣講也沒錯啦 某種程度上 是藍綠都可以接受的人選 尤其好有智慧 對 也就是說今天因為有韓國瑜的存在 或者說韓國瑜他這一股勢力的存在 確保了朱立倫這個主席至少幹到今年底沒有問題 因為國民黨的稍微正常一點的人 像小平這麼正常的人 大概都不希望看到韓國瑜當黨主席 這個大概是國民黨現在的 他也不想做了 對這大概是國民黨現在的共識 就是說韓國瑜你還是去照顧好你的韓粉就好了 這個黨的事情你先不忙 那韓國瑜現在在做什麼事呢 其實他現在他臉書貼文這些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在維持他的熱度在保溫 那接下來縣市長選舉 包含縣市議員 鄉政市民代表提名 地方派系的勢力 韓國瑜的勢力 甚至搞不好趙少康的勢力 大家都想要來撐一塊肉 對不對 我也要提名我的人啊 對不對 這很正常嘛 尤其對韓國瑜來講 我空有韓粉是沒有用的 在臉書一篇文章八九萬人按讚未必有用 但是如果我手上有個二十個市議員 你覺得有沒有用 我那個實力就完全不一樣 政治是講究實力的 所以韓國瑜想不想建立自己的實力 要不要建立自己所謂的韓家軍 當然要 我覺得他會大量輔選你信不信 對 那就當然要 以小平他們的中政瓦華區來講 能當選的國民黨的歧視 就這麼多 就這麼多 黨中央朱立倫要塞一個自己人 韓國瑜想塞一個自己人 地方派系 台北比較沒有地方派系的問題 我說其他地方 地方派系要塞一個自己人 然後呢朱立倫 多席一次像大安文三 韓國瑜來超有用 因為他只要3.8%大安文三 就是他走極端可以當選 可是現在問題是說 你萬一大家都想塞自己人 而你朱立倫目前看起來 是沒有能力去整合的 搞到中政瓦華區提名個八個 你覺得還能當選四個嗎 搞不好最後剩兩席 我跟你講 全部都高票落選 所以這個是朱立倫接下來才是 董選舉的人 就已經看到朱立倫接下來 要處理的是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不是你講說 我擴大決策圈 或是說我去蔣經國那邊拜一拜 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我跟你講 比正藍朱立倫 你比不過韓國瑜 比深藍你深不過他 要比紅你也紅書張亞中 那你也不可能變綠嘛 所以朱立倫現在尷尬的地方 是在這裡 而這個問題 誰能夠救朱立倫 只有朱立倫自己能救朱立倫 沒錯 你要改變你的決策風格 趙朝康講的其實並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趙朝康講的 比較不安好心 他說擴大決策圈其實潛台詞 就是要分享權力 不要權力都你自己抓了 要分一點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 你現在最大問題說 第一個 你自己的政治判斷 這我講過很多次 我說朱立倫政治判斷能力很差 第二個 你又沒有幕僚 對 你身邊的都是一些 沒有政治色列不深 連人情事故都不懂的人 當你的幕僚 那個會完蛋 所以朱立倫現在面臨的問題 也是國民黨最大問題 但是國民黨的問題呢 就是只能國民黨自己解決 也許我們在場 只有小平有辦法解決 那就問一下小平了 朱立倫現在都被形容為阿斗了 這個有政治評論員就說 朱立倫會弱盪的 搞不好會被韓國瑜 假天子也令諸侯 所以對啊 韓國瑜幹嘛出來選主席阿 所以可是呢 這個許淑華又講 韓國瑜不會從政了啦 真的不會從政了嗎 那你怎麼看 還有就是說 現在好啦 朱立倫這個放大決啦 那大家共同一起來決策 是 這一招好嗎 應該這樣說啦 這個許淑華指時間序 就不見得對啦 目前是不會從政 2024 我認為他還是有興趣啦 2022他絕對不會選 一直到2023吧 他講了賞位期 我說這個許淑華低賤 年豪講的是對的啦 我跟你講啦 朱立倫一定是度過難關的 我不是阿Q 因為沒有人要他下 誰要接 我們這個黨主席喔 不是那個廟會喔 拔筊 揉住一年一個人 你不要開玩笑嘛 那不是大笑後 我們任期是四年嘛 下走 不是說你一定要做完四年 選書就下 可是現在 他下 誰要接 張亞中 韓國瑜 還是趙拉康 我跟你講沒有人會讓他下 這是很清楚喔 我待會兒講到角色圈 我覺得權力義務是分擔的 我在節目給朱立倫提個意見好不好 你權力是要分享的 然後我覺得張祈強成國軍何在 這些真是厲害角色 他的 我覺得這兩個算厲害 就是 就是要回到 回到上一部講的 至少他們是幕僚 幕僚 你組織講得錯 你拍桌子 你加快死 加成不敢拍 我講相對性嘛 真的啦 相對於林涛 相對於 我就是 相對比較 相對於對政治的概念 我覺得張祈強 陳國軍還是一把好手啦 講真的 張祈強還在嘛 這兩個 就是我舉例說 他現在到ET Today 我隨便講 我說這個陳國軍 陳國軍還是算厲害的啦 我覺得啦 因為我跟他也認識了三十年 我當台北建議員 我就跟他認識他了 好再拿回來 那朱的處境 第一個我先講 他自救好不好 也救老K嘛 然後他下老K就完了嘛 好 然後他要改變 權力分享以外 然後怎麼樣呢 我認為把趙道康拉進來 當副主席 然後 然後我們很多籃 就穩住了 叫做戰鬥籃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的諸侯籃 有黃民會可以啦 因為盧秀苑跟 那個新北 他們也不會來 他們也要連任 好 再來 再來怎麼樣呢 這拉進來以後呢 趙道康拉進來 韓國瑜拉進來 韓國瑜韓粉 韓粉籃進來了 深籃進來了 就是要去求他們 要三顧茅庐 要像柳備去求 諸葛亮那樣 誠心誠意求 進來以後 大家也共同當副主席 也募款 也負責區域 大家就覺得 在團結了 這第一件事 第二 你性格的改變 今天朱立倫 因為誰都不敢動 我在你節目就含蓄一點 反正上一副有告誡我說 不要再罵人 我就不要講點名了 不要這樣好不好 有些議員 有些主委 壞了事 然後你要動他 破壞團結的壞大事的人 你都動不了 那就每個人都動你 連議員跟主委 你都治不了 那何況那些大咖 一定會對你動手 所以他現在 要把比較溫柔的個性 改成強悍 然後呢 你現在你只有兩個武器 你絕對不能讓自己周天子畫 周天子畫的話 主席非常難做 好 那你今天還有 你絕對比周天子強 因為你有兩項東西 當然不能濫用 第一個 提出最強的候選人 第二個就是黨紀 對黨有傷害的 黨紀不是對 不是提出那種真言 好的人 你動他 而是那種拍馬屁的 扯後腿的 你就動他 一定要這樣做 這第二件事情 國民黨有哪一個縣市 可以推最強候選人 是需要朱立倫的 有哪一個縣市 我跟妳講 台北市想萬一需要朱立倫嗎 侯友宜 魯秀燕 我講議員的選舉 跟其他的縣市 好 我再拉 你講到縣市 我就拉到縣市這個做主軸 走線 小明有差一句話 你說夢想加理想 夢想加理想 沒有夢想沒有理想 我們怎麼活下去 對不對 我這樣講 當然要這樣想 我好做想 你能不能提一點可實現的理想 沒有 他的個性改變就是可以實現 因為周小明剛才講說 把韓國瑜跟趙紹康 我跟妳講 那會很慘的一件事是什麼 媒體每天追的人 不是朱立倫 是追趙紹康跟韓國瑜 結果主席邊緣化 沒關係 我覺得 其實我也跟他聊過 大家說他當主席 當然當主席是有可能 去選總統 對不對 提名 可是他絕對不會因為 他跟我們講過民調低 我們跟幾十個里長 幫他輔選 因為台北市有些區 都開得很好 贏很多 好 朱立倫有這個雅力安 他民調低他不會去選總統 他一定推一個會贏的人去選 你們要相信朱立倫這個事情 好不好 好那再搭回來 沒有2022就沒有2024 他這句話我也同意 我們就講2022的五個地方 要害好不好 簡單講 雲林宜蘭 嘉義士拉緊報 我們人有優勢 可是如果弄到橋歸橋路歸路 一切核無自然 藍綠比的話 這三個地方都會輸 下一個就是洞雲林 民進黨很會選舉 我跟你講 這三個縣市長 要怎麼保住他 人有優勢 可是版圖是出人家 有一大截 答很清楚 那種藍綠的版圖 再來六都 台北桃園是重中之重 新黨趁你老K 趁你病要你命 你知道嗎 新黨確定要推人 好我這樣講 民進黨四組選 新黨台北市長 蔣萬安國民黨 新黨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民眾黨或白 或是就是黃珊珊 以及民進黨 如果民進黨是蕭美琴 蔣萬 然後新黨如果是張亞中 而且張亞中說不定還參加 國民黨初選 我假設性的問題 我最擔心的是在你節目講一下 我們是希望蔣萬要過關 張亞中參加初選 他會輸 輸了以後回馬鄉 回到新黨提名 他可以拿15%的票 那黃珊珊又拿15% 我跟你講 那是不是剩下70 我跟你講民進黨四組選 他會破40 這是基本常識 我覺得41 42是有的 四組選 就蕭美琴的票 假設他去選 他拿41 那你剩下分下 剩下你們分 我跟你講 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萬安警報 就是從新黨要派人 開始拉起 桃園看起來 比較傾向魯明哲了 看起來 那魯明哲呢 他南部的中立很強 北桃園知名度遠遠不足 他要建立全國的聲望 至少北桃園的聲望 你知道桃園市 然後甚至海邊 就是什麼魯竹 你知道那時候 那個桃園地長那邊 那邊是要害 他中立夠強了 所以怎麼樣 他怎麼樣浮潛啟動 黨主席跟黨主要幹這個事 讓魯明哲上電視 然後讓他知名度提高 因為他南部會贏 北部不見得會贏 所以要做這些事情 黨中央 然後呢 我們這些能夠 能言善道 有一些基層實力的 就找個幾十個 像我們這樣的議員來 我們都願意去幫他 募款 然後奔走 然後上電視 我們都願意去分擔 這就是黨的團結 所以黨還簡單講 我最後我結論兩個 我就回到那個 游盈農講的話 游盈農今天有那個民調出來 他說為什麼 蔡英文來了四五次 我們雖然罷免沒罷掉 我們贏了一萬多票 更可怕的是 我們在萬華這個地方 長久是藍 藍小於綠 而上次公投是 藍比綠大六百 這次大多少你知道嗎 大六千 所以你看胡佩英他們的臉 他們議員也不好選 但我們不好選 他們也不好選啊 為什麼總統來不同意票 輸一萬多 這是一個警訊呢 簡單講 民進黨沒有強到說 我們一定打不過 就是可是國民黨 如果不團結 民進黨一定贏 就這麼簡單 所以團結的國民黨 先團結再說吧 其他都是都不用談的啦 來問一下這個定語吧 你看在這個霸場的時候 小平被整得這麼慘啊 然後現在的這個 我有聽善英文的話 都不抱怨 你不要一直說這種話 你講的是好話 你是那個有職有量有多文 你知道嗎 好啦 再問一下這個定語 你怎麼看國民黨 現在這個現況 現在還是在鬥啊 而且呢 這個 朱立倫現在呢 看起來呢 在中堂會後呢 安然過關了 而且剛才趙義夫 跟這個小平講的 因為沒有人要他下來嘛 就怕這個韓國瑜去接嘛 所以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朱立倫已經穩穩過關了 那朱立倫軍夜領啊 朱立倫講說 國民黨是最愛這個台灣的了 而且呢這個朱立倫還講呢 說呢現在呢 就是因為這個民進黨 要消滅在野黨 太不厚道了 你怎麼看這個朱立倫的說法呀 朱立倫夜領 其實是幫自己的黨主席做百日吧 這幾百天嘛 這個我接著小平後面講 真的是命運的安排 跟又齊的智慧 哈哈 萬華的霸場 國民黨詮釋成他們勝利了 我祝福他們 我們會好好檢討 沒有 你讓我講完啦 我們會好好檢討啦 因為整個霸場的投票率是41% 立委或議員市長的投票率 大概在七成上下 那國民黨要這樣去解釋 我尊重他們 他們就繼續這樣去處理 我倒覺得朱立倫發的簽字文 除了證明你 我坦白講無法面對現實 那就盡量不要講話 你講了一堆屁話 只是讓人家更看不起而已 比方說簽字文裡面 裡面講的是 全黨大家同心協力 還特別指霸場這件事情 你剛剛聽鍾小平講到現在 主委啦 議員同事啦 這叫同心協力啊 哪一國同心協力是這個德性啊 在霸場之前 我們綠的好像沒有跟他們吵起來 我看到藍的吵成一堆啊 還加上一個暴魯秀 然後呢 在霸場後 霸場後呢 我現在不曉得小平同桌計畫 已經回到國民黨了沒有 回來了回來了 那已經回去 剛回去就要叫主委 要趕快下來 這個叫做同心協力 這個定義 是不是要重新寫在 我們小學的那個 國語大詞點裡面 我看不太懂 那中俄補選 他們同心協力的吵架 同心協力的吵架 好這個 有質有量有多文 你先讓我講完 那中俄的補選 補選到最後只剩顏家 這叫全黨上下一心 你朱立倫寫這個 你自己不會覺得 半夜醒過來 西瓜紙會吐出來嗎 幫忙吃西瓜歡景 說這個都倒兵威嘛 然後呢 再跑去葉林 說這個蔣經國 蔣經國的最根本精神 叫做中華民國反共嘛 那余北辰被你們罵成這樣 你要爸爸找回來啊 活的不用去拜死的 活的反共的不用 去崇拜一個已經做生的 反共的 那你到底要成什麼意思 你是要把那個死的 再氣死一次嗎 然後呢 標題是 他自己還寫個臉書耶 像這個蔣經國報告 他就任黨主席 一百日來的成就 成就喔 很有成就喔 就對朱立倫來講 他這個主席一百天 是一個成就耶 那你們還叫他檢討什麼 這一定是嘉誠寫的 不要怪給別人 我跟你講 都怪給嘉誠 那這個組織 沒有比阿朵還不如 阿朵自己承擔罵名耶 所以我就發現 朱立倫 至少這一趴的朱立倫 是用行動收割 用嘴巴負責 他講那個負責 從公投到現在講了幾次了 負了什麼負責 負責到最後好像 在幫侯友宜打 當子彈一樣 那用行動怎麼收割 罷陳柏惟成功 就出來開記者會 看民調 嚴寬恆 搞不好會贏喔 行程沒有空 臨時排個五點半 跑到嚴寬恆總部 害得嚴寬恆 忙著補選 還要發個新聞稿說 我沒跟他約好 一開始來耶 這種這種 用行動收割 怎麼這麼有行動力 輸了 走去台南 我真的不懂 這樣子的 國民黨黨主義 你們政黨文化 我不懂 因為我不是你們黨員 然後呢 大家說這個不能下來 那不能下來的原因 又不是因為朱立倫很好 你不能下來啊 因為張亞中會回來 你不能下來啊 因為韓國瑜會回來 全部都同黨同志 嚇到嚇到嚇到死 因為大家都害怕誰回來 所以這個做得不好 讓他繼續待著 這個叫政黨 這個我看到的 我看到那個山寨 可能比這都還有組織化 所以現在朱立倫 確實已經呈現弱勢 我們講他未來可能發展 一個弱勢的朱立倫 或者弱勢的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其實不可怕了 最可怕的是 弱勢的黨主席還想選總統 這個比較可怕 因為他想選總統 所以更需要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他更需要傅昆琦 更需要張榮衛 更需要嚴勤彪 他不能沒有他們 因為他弱勢 他如果像當年馬英九最強的時候 那個強勢 你們不跟著我走 就被消滅 現在的朱立倫是 想選總統卻弱勢 你不僅不能消滅他們 你反而怎麼吃謀勢呢 你沒有這些地方派系 不行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更需要有黨的同心合作 所以他會需要柯文哲 會需要退黨的郭台銘 可是當你需要退黨 需要有黨的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已經決定 台中市要推出民眾黨的 市長候選人 因為沒有母雞不行 你知道柯文哲 他們本來不打算推了耶 那要推市長候選人 代表什麼意思 反映出嚴加對國民黨的不滿 有機可乘 叫你這個主席 對內不趕快去協調這個事情 然後呢 楊正吾跟陳毅貞要打起來了 也不去協調這個事情 然後呢 黨員的從政的品質 陳毅貞家族被質疑 林之妙今天被 現在已經被請去 再做偵訊了 不處理執政品質 不調和黨內紛爭 早去處理說 台南什麼人算比較好 還是不懂 可是國民黨現在呈現出來這個氛圍 給我坦白講 是民眾黨大好的機會 柯文哲智商這麼高 他不會看不到 所以你們的主席 因為如果是又想選總統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想選總統 必須跟柯文哲合作 那你真的以為下面這些小雞啊 議員啊 能言善道啊 大家要去輔選 到時候力量跟品牌 到底在白的那邊 還在藍的那邊 等著看吧 不過有一個氛圍 現在也開始慢慢擴散開來 那就是要過年了 但是呢這個今年大家 已經特別感受到這個 通膨的這個壓力 也因此呢 台灣這個今年 經常性的這個薪資 其實呢 大概是五年來 首度呈現這個負成長 也就是說呢 這個薪資增加而且呢 可能比不上這個物價 這個上漲的這個速度 不過現在大概全球 大概都是這種情況 也因此很多網友說 天啊 那這樣我到底 怎麼樣可以一氣自負啊 告訴你 靠樂透 那個希望太渺茫了 如果你學會一樣東西 真的有可能那就是NFT 有一名這個 坦白講蠻平凡的 這個印尼網友呢 據說呢 這個每天呢 po自己坐在電腦桌前的自拍照 四天耶 竟然就讓他成為千萬富少爺 NFT有這麼厲害嗎 敏寬 NFT現在我個人的認為是炒作 炒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過了頭 但重點是在於 你要走 你要走 你不要去對人 後面走 為什麼呢 因為炒作的一群團體突然間緊噴 緊噴完之後 後面會不會有人接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麻煩 而且你的產品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一個獨特性 例如說周杰倫他畫一隻小熊 他可能賣得出去 但我阿寬還是定宇哥畫一隻熊 我跟你說 我們貼錢給人家 可能人家都還不要我 那剩你而已 不要講到我這邊 定宇搞不好有可能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好處是在於哪邊呢 今天的台積電法說會出來 雖然四平八文 但裡面大有文章 有什麼文章呢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先來說蘇富比 全世界在做高檔商品拍賣 蘇富比跟家世德 是兩個各中的一個巧處 但目前傳統強權的蘇富比 現在已經把字畫 古董珠寶手錶 收藏酒等等的 開始走進了NFT的一個拍賣平台 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代表這個市場真的嚇嚇叫 真的 市場很熱 任何一個產品 只要是第一個 人 事 時 地 物 只要有一個到兩個混合 其實有時候你產品看不懂 沒關係啦 就拚命的炒 例如說馬斯克 一雙所謂的虛擬鞋 先說是虛擬鞋 不是真的穿的鞋喔 雖然有很多圖畫是在他的腳上 但那個是虛擬的 賣的也是嚇嚇叫 想不到台灣周杰倫 哇這個龐大貝爾 出了一萬個 每一個有一個每一個的定號 居然秒殺欸 居然這個也秒殺 先說居然秒殺欸 而且總共總賣出金額是 五千七百七十四萬美金 我換算下來的話 折合台幣是十六億一千萬元 結果算下來平均一隻熊 十六萬一千塊 太扯了 這不是真的可以抱在懷裡的熊欸 當然啦抱在懷裡的熊 如果是古董熊或特別的 可能還有這個價喔 但這個呢 他會放在你的硬碟裡面 但有一個重點 任何的NFT一定是無可取代的 所以呢還是跟各位說齁 如果你是各中高手 你有足夠的一個評判能力 你可以去玩 過度追價超過自己的一個能力 那一個也就算了齁 美國現在就在玩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遊戲 叫做CPI 先來說齁12月的CPI 美國這次的整個物價通通 從10月開始失去了控制之後 沿路過來都非常非常慘 這次美國人呢 他們都突然間發現了 包括感恩節的大餐 包括了耶誕節的一個大餐 一次比一次貴 然後呢貨價的產品呢 一次比一次少 那現在要怎麼辦呢 想說12月看能不能降下來 結果沒有 尤其我跟你說 看到這條線點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是幾乎90度角的一個上升喔 那美國12月的CPI 現在拉出來拉到7.2 破30年的一個高喔 為什麼這次有所謂的布萊納德 出來做整個所謂的說話呢 因為現在的整個FED主席鮑爾 那個時間點 正在接受參議員的一個拷問 但這次呢 我在跟各位說齁 鮑爾這時候射出沒有回頭箭 他只能撐到底為什麼呢 六月的時候我們就跟各位談喔 通膨這個問題你要小心 結果呢鮑爾說放心 那個只是短期的一個現象 沿路走走走走走要這邊 收不了嘴啦 收不了了 那他現在只能說什麼呢 說美國絕對能夠去控制通膨 可是現在呢 美國陷入了所謂的一個 首為兩難的問題 什麼叫首為兩難呢 目前要控制通膨 要控制物價 一定要升息對不對 對 那又齊我問你一個小問題喔 全世界欠人家最多錢的 叫美國政府 欠了25兆美金 那25兆美金 如果他現在一口氣利息 從現在十年期的所謂的利率 1.6%往2%來前進 他單單所謂的利率升到2% 一年支出的利息 5000億美金耶 就變5000億美金 美國目前支出最大的一個預算 叫做美國國防預算 一年支出的整個預算是 7790億美金 然後現在我出來在整個 美國的一個報表當中 我們跟美國所有的國民 肆意為美國公民說 不好意思啦 我們政府欠人太多錢 所以我們每年 要貪出5000億美金來還款 你問為總統跟議員選得下去嗎 選不下去了 所以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呢 大問題先忽略 小問題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做著手的一個動作 所以布蘭納德就說了嘛 通膨帶高各位這是事實 預計升息四次 這個也是事實 失業率有望低於3% 這個現在不敢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疫情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下一題再來談疫情 但現在呢 因為在年初 所以呢 先把目標先定下去 能不能夠達到 其實這個目標 我個人認為是稍微有點困難的 但我們要來說 人要有本事 真正的狀況是 你要有內涵 大力光這次展現出了一個難得的內涵 先來說大力光過去最貴的時候股價6000 最近跌到多慘呢 跌到那時候所有台灣所有的外資 外國所有的外資 看他 哎呦你2000塊你都太貴了 6000跌到2000 結果各位2000沒人要哦 但仔細想一想 我認為大力光那時候其實非常有支持啊 結果大力光那時候開始做起了所謂的法律戰 那大力光這次能夠擊退紅色供應鏈的 先跟各位說哦 這個不是去求來的 這個是用鐵拳 跟法律 跟技術去要回來的 現在跟各位說 這個前後過程有多困難哦 大力光為什麼這次 人家整個紅色供應鏈會出來俯首生成你知道嗎 他就說你侵權 那當然他會說沒有嘛對不對 把事件端出來 所以呢大力光那時候就告摩托羅拉 告了摩托羅拉之後 把那個所謂的光學鏡頭專利啊等等的 全部打出來之後 那些整個中國廠商慌了 為什麼呢 原始權利我從那邊拿的啊 那我拿來說我突然間發現他拷貝人家 那怎麼辦 不能用 那不能用呢 你就得採過 就得轉到 所以中國大陸兩大品牌 包括Oppo 包括Vivo呢 主動彈劾嘛 所以呢把高階鏡頭的全部訂單 跟中高階鏡頭五層訂單要轉 要轉了 那一轉回來呢 先說這個是拳頭去要回來的嘛 對 不然呢 我很簡單的 我比較熟的我就用熟的就好 幹嘛用正版的呢 結果正版的說 李金權 你敢出這個 我不讓你賣去歐洲 不讓你賣去非洲 不讓你賣去美洲 然後美國政府說 對啊 人家是正版的啊 你不能夠這麼做嘛 那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因為 Oppo跟Vivo 全球是第四大的整個手機製造廠 會出所謂的三億支 但各位 這個故事只講了一半 到這個文章到這邊 其實只講一半 其實中國我們一直跟各位說 中國今年的整個經濟的狀況是下行的 失業率的狀況也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現在中國已經在出現一種聲音了 什麼聲音 手機賣不掉 庫存非常非常高 桌轉率非常非常長 而這個問題後面會怎麼解決呢 我們後面再追蹤下去 好要進入到台積電了 台積電這次呢 外資押注的百億喔 買了一萬五千張 然後呢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嘛 三奈米到四奈米 會是一個人的一個江湖喔 但目前來看的話 台積電所端出來的業績 真的非常非常好 第一個去年23.01元 非常非常棒 第二個 IDM的垂直整合的話 因為目前IDM垂直整合全世界兩家公司 一家叫三星 一家叫Intel 可是呢 三星目前還在撐3奈米他進不去 Intel目前卡在10奈米 7奈米他還進不去 所以呢 包括了兩個總裁都說了喔 目前今年IDM單會非常非常好 好到什麼地步呢 來跟各位談喔 重點來了 他們說 今年金元代工會再成長百分之二十 先跟各位談喔 以台積電的營收跟規模 接近六萬人的一個公司 他的金元代工要成長百分之二十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喔 但是第二個 麻煩的也在後面喔 因為現在資本支出非常非常高 所以去年的資本支出是三百億美金 今年有可能會拉到四百億美金 一口氣會提升百分之四十六 所以呢 先跟各位說 過去我們說一來一去 現在不是囉 現在是照來照去 做的錢都是用照來做整個起算的 但就目前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台積電這個狀況 他的法說會釋出的是正面的一個消息 但 要小心一點 外資這次壓住壓住了這麼多 萬一股價沒有往上漲 過年又快到了 這一波又有疫情 如果他真的翻臉不認人 你不要想說 這真的是好消息 搞不好他是利多的一個出境 不過呢 這個就是壞消息了 這是在這個嘉義空軍經濟 一架F16V的戰機 在前天的這個訓練過程當中 不幸發生了這個墜機的意外 當然現在黑盒子是已經找到了 可是呢 真的還有很多的疑點有待釐清 包括了這個飛行員 為什麼那個時候呢 常按住這個無線電腦 沒有辦法這個對外通靈 因為他一直按住這個通話鍵嘛 那當然呢 這個還有這個不止這些疑點 也請教他學委 那現在這個案子 目前的進度到底是如何 我在講這則故事之前 先用空軍一個裡面的一個文化裡面 常常講的飛行員流傳的一句話 就是飛官他們常講說 我們必須去 但不一定回來 我們向空軍敬而致敬 這就是他們保家衛國的一個豪情壯志 真的 好那這件事情是發生在11號那天下午 2點55分對不對 在那個什麼 嘉義的那個四聯隊 他們有個編號 6650的那個F-16V戰機對不對 他們在水溪靶場這個附近 進行一個對地攻擊 那可是說實在 這個對地攻擊 原本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科目 那可是怎樣 突然在一個轉身之後 這個飛機疑似 就是大小度轉彎之後 就直接墜海在裡面 那目前最新的那個搜救 因為要搶載 黃金72小時的搜救 那經過漏夜 二指甲一直在搜救的過程之中 今天早上因為退潮之後 陸陸續續 你知道我們空軍跟國防部 動員了多少嗎 除了戰舟直升機在上面搜尋之外 包括昨天晚上 C130那個運輸機 也打了探照燈還有探照彈 在檯面上進行一個搜尋 那今天最新的搜尋進度就發現 在柯架還有一個海邊那個岸邊 發現了好幾塊的那個 大塊的那個飛機殘骸 那現在這個大塊飛機殘骸 還有機翼油箱已經找到 可是這個飛行員陳毅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現他的蹤跡 我們真的向上天祈求 希望那種奇蹟出現 讓這個陳毅飛行官 能夠安安全全的回來 那可是今天也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一個人在那個 最基的私事地點附近 發現了一個 一是動物的骨頭 那目前現在大家都在緊張 這隻骨頭看起來 好像人骨對不對 那可是到底是不是說 飛行員的骨頭 那要進行一個確認 DNA比對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這根骨頭上面 沒有肉也沒有附著任何的附著物 那這不大有可能 就是陳毅的那個腿骨 不過最後還是要等到那個DNA檢定 對 好啦 那我們講說這個陳毅飛行官 28歲而已 他是空官106年畢業的 他是2016年9月的時候 那時候的空軍臉書粉專裡面 還介紹過他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當初是航空太空工程系大勢的學生 你看真的是英俊瀟灑 而且是陽光青年對不對 他曾經就寫過一件事情 他說當初是因為想飛才加入空軍 那你看想飛就是因為想飛這兩個字 你看那個帥氣的年輕人投入軍旅 做這種私事 這種把家為國的志業 這是令人家值得敬佩 那可是我說真的 這個可是現在出事之後 大家就開始有一些發現一些疑點 至少要把這個問題找出來嘛對不對 避免未來有這種事情在發生嘛 因為我們去年11月18號 才組成F-16V的空軍戰鬥聯隊 這個聯隊成立之後 那這個F-16V突然間出了事情的話 那當然會造成很多飛官 油飛F-16V心理的一些障礙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那其實現在我們就想說 飛機如果墜毀的話 通常有幾種要參考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天候因素對不對 可是那一天就在飛行 飛機的那個引訓過程之中 那一天的天氣能見度非常好 而且雲霧狀況也良好 根本沒有排除掉天氣的任何狀況 那接下來呢 他們講說6650戰機 這一號編號6650這號戰機的話 去年12月28號 才進行一個飛機檢查 所以基金上應該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可是接下來就是說 他們發現了一個疑點 就是在整個飛機訓練演訓 墜機的過程之中 他們竟然沒有在無線電呼叫裡面 聽到任何的訊息 他們就推測說 是不是這個飛官在失事的當時的話 他是按住的那個麥克風 對無線電麥克風的那個通話 那其實我講F16的那個戰鬥機 他的操控儀非常多 他現在都是頭盔投射螢幕 所以他當時為什麼會按住那個鈕 其實我們知道說那個鈕 飛行鈕的話 他是用食指扣住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通話鈕 無線電通話鈕 可是在他母子的這個地方 有三個鈕三階段的話 是減速鈕 所以你看這個飛機 我們從最後那個航空名 看到的墜機前的最後畫面的話 他是肌腹朝上倒飛之後 直接就摘下去了 就表示說這個是有一個速度減慢 沒有拉升的狀況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肌腹朝上 對 當初為什麼大家覺得 肌腹朝上那肌腹朝上 鬥陶摘這樣 不是啦 這個是一個操作的一個動作 這個叫大角度的那個投射造準 那個影訊 什麼叫投射造準 就是他未帶實彈 他是在地面上告訴你說 這個目標靶場的話 投射一個光影之後 我在飛機 飛行的狀況之下 我要繞過來一個大角度 轉彎之後 繞過 飛機不像車子 車子你如果大角度 轉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車子也偏 對不對 那飛機有個好處就是這樣 他只要做這個overback 就是把這個肌腹往上 飛機這樣飛過來之後 他肌腹朝下 轉過來之後 對不對 他一轉過來大概有四五秒的時間 你要對準海上靶場的那個光點 把那個照相機 它是照相槍有沒有 對著那個光點 按下去 就是說我照了一張相 就是說我已經投彈了 那投彈完之後 其實在這個overback 這個倒飛的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大概抗距力大概3G 所謂3G 就三個地心引力 今天飛行員 飛行官70公斤的話 3G就是有210公斤的力量 壓在你的身上 那可是翻過來 你照準投射之後 我把那個照相機按下去 照到了我那個光點之後 我要緊急拔升 對不對 要把飛機機頭拉起來 我要脫離這個現場 因為我投彈之後 當然要走 否則被炸彈炸起來 影響我的飛機怎麼辦 所以這個拉起來的過程中 是5G 就5個地心引力 那可是為什麼 現在人家就在講說 為什麼無線電按鈕一直按著 而且你這個是減速的狀態之下 你沒有把那個加速放開 一直讓飛機減速這樣直接墜下去 所以人家就講說 這個可能是不是因為這個 陳毅飛行官 他的飛行時速不夠 因為現在知道說 他的總飛行時速 是324.05小時 這看起來好像還足以 當一個戰鬥員 戰鬥機飛行員 可是他F-16的總時速 只有62.2小時 這個就講回來了 我們就講說 中共去年一整年 950幾架次在老台 那現在就壓縮到這個空軍 他的受訓時間 因為成熟的飛行員 跟總指教官之類 戰術戰機教官 全部都要去執行任務 要去驅離共軍的那個飛機 所以這些學員 剛進來的菜鳥飛行員的話 就沒有人帶 就像這一次他執行任務的話 他這個是寮機 後面還有一個掌機 在後面看著他 所以他看到他的飛行 偏離軌道之後 他馬上用無線電呼叫他 可是為什麼沒有叫到 所有的無線電麥克風 都沒有任何的訊息 所以他講說 是不是因為他的抗激力 昏迷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 可是我說實在 已經陷入昏迷了 所以連跳傘都沒有嗎 對啊連跳傘的動作都沒有 有可能 可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一個成熟的飛行員 你要通過一個訓練 就是9個機 15秒 就是你要抗9機 情況下 要能夠持續15秒 讓自己不陷入昏迷 才是成熟的飛行員 不過定義委員 剛剛有比嘛 就是肌腹朝上可能 他也不好跳傘對不對 沒辦法跳傘 陳毅才28歲 體能狀況算是非常好 所以我認為他抗激力問題 應該不大 那他那個飛機的姿態 如果是肌腹朝上 有些姿態是沒辦法 抗射跳傘 然後另外他在那個骨頭 已經確定不是人骨了 但是在退潮時候 有發現一個地方 有撞擊兩米深的一個坑 很大一個洞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飛機 那個撞擊力下去 是碎成幾千片 碎成幾千片 然後主體的那個結構還在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弟兄 趕快把他找回來 他媽媽也在那邊一直在呼喊 因為他講說他轉換這個地方 不能跳傘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動作 只是短暫轉過去 轉過去之後他飛機要投射之前 就應該要拉正飛機 所以那個時候 也是一直持續 沒有辦法呼救的狀況之下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就在這個地方 抗擊3G的情況下 是不是這個時候已經昏迷 這個是他們要最後 要研究的狀況 剛才定宇也講說 這個3G的話 年輕力壯應該不大有可能 可是說實在話 因為你今天沒有受過 嚴格的訓練 因為我們再轉回來 他的飛行時速 只有62.2小時對不對 所以他的呼吸 胸肌大腿肌 因為我之前有介紹過 飛行員 戰鬥機飛行員 他需要做的一些訓練的話 是不是有完成 就不知道 好 最近大家都有點緊張 因為疫情好像 有點捲土重來的感覺 甚至還有醫生說 現在搞不好戴口罩 都不見得很有效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Omicron恐怖到什麼程度 其實像日本大阪府 他們就公布了一個數據 他們才被Omicron 攻陷了大概半個月 現在已經成了主流病毒 他們幾乎百分百 都是感染了Omicron 所以我們接下來 面對很大的挑戰 這是Omicron 有所謂的一個2D一高 一高的部分的話 就是高傳染率 那麼D的部分的話 包括D死亡率 然後症狀也相對好一些 但後面會怎麼樣 現在跟各位說 目前對於台灣來說 正是一步一江湖 可能會越來越危險 為什麼呢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先來談這個 今天西安讓全世界 也真的是大開眼界了 為什麼是大開眼界呢 先來說 這個就一個洞 一個洞 然後呢 就一個人 先說這邊是女生的宿舍 然後呢 每個人就把頭伸出來 然後伸出來之後呢 醫護人員 就去做整個核酸檢測 先來說 這整個流程這樣子看 很像狗籠對不對 很多人 真的誇張像犯人一樣啊 先來說 感覺就很酷 很多人就說 這個是滿清宮女的一個酷刑 這第一個 第二個很多人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狗狗探動啊 真的 測核酸搞成這樣子 第一個 開始這樣搞 真的非常誇張喔 但說實在話 如果 照我目前所看到的這個狀況 在裡面很難過 為什麼呢 西安目前這個溫度 大概在零度的一個上下 這個目前來看的話 有點像是台灣那種 所謂的組合式的房子 如果裡面沒有取暖系統的話 真的非常難熬 而在裡面要待多少呢 根據目前中國的一個法律 隔離14加7 在外面隔離先隔離14天 再加自主隔離 還要再隔離7天 說句實在話 重日子真是難過 但為什麼會搞成這副德性呢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 整個二月份有 所謂的冬季奧運 對 到底北京保得住保不住 那現在為了保北京呢 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天津距離北京非常非常近 嚴格來說 北京在後方 天津就是整個所謂的 北京的對外港 現在天津跟北京呢 火車 客運 包括所謂的執行 通通要拿通行證 車子過的話 直接停售 不給你過 除非你有特殊的事情 你要進京去做 拿許可證過去 然後呢 跨省的客運呢 全部都做暫停 你知道這代表一件事 又要在地過年了 要在地過年了 在地過年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而且目前如果說 繼續在地過年的話 各位第三年了 那現在呢 又發生幾件事情 目前包括了深圳 香港澳門 現在都在搶什麼呢 都在搶隔離飯店 為什麼在搶隔離飯店呢 目前剛剛跟各位說嘛 在整個酒店 在整個所謂的檢疫所 14天 居家還要在7天喔 回家是一個非常大工程 但各位 你只要看了上面這張照片之後 難怪要搶啊 我再怎麼瘋 各位錢拿賺錢是來花的嘛 住飯店總是舒服一點 如果到時候去住檢疫所 時間點到 來來來來 都把頭看出來 各位這像話嗎 這是人過的一個日子嗎 但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呢 人數 為什麼呢 現在人數全部都報表 歐洲 歐洲報表 美國 美國報表 日本報表 中國的數字沒報表 但很多人說 到底要加一個0 還是加兩個0 我們也很難測 但現在美國的數字 挺恐怖的 為什麼呢 美國真的破表了 單日破三紀錄 一天 美國人數138萬例 第二個 14.4萬人住院 破表 七天平均值 先來跟各位說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了 美國這次是據傳 是所謂的第五波 第六波又往上轉 唯一的好處是 這次的死亡率很低 但現在很大的一個麻煩是 很多中小型國家醫療資源 沒有那麼強的 例如說像荷蘭 荷蘭夠有錢吧 他們的病房不夠多啊 怎麼辦呢 所以呢現在他們說 考慮到病房的一個狀況 該隔離還是要隔離 但日本其實還有一個麻煩 是在於所謂 他們的一個風化產業 那風化產業呢 好不容易現在 一出火苗又上來 今年又不會被打息掉 目前也要再來看 但是談論到台灣 現在真的要帶人亂往啊 哦怎麼說啊 先來跟各位說 這次台灣這個波的話 是從機場開始對不對 對 想不到這次這個破口 大家千想萬想 沒想到是一個開戶事件 一個居服員 跑去銀行做整個開戶 然後開戶的時候 據說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也比較 沒有那麼多的警惕了 口罩拿下來 還講電話 噼哩啪啪的弄一弄 弄了快一個小時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開戶 也開了比較久 然後開完之後呢 可能有噴一些什麼什麼墨啊 什麼的 拜託大家請洗手 戴口罩一定要做 然後呢 不小心感染到了 大家沒戒心 那沒戒心完之後呢 又聚餐 又聚餐 所以一口氣確診 確診14個 然後現在一個麻煩是 冤枉啊 一間銀行這麼多人去 對不對 今天單單在整個桃園區 鄭文燦已經說了 目前單單要持續追蹤的 超過3000人 超過3000人 然後再做整個所謂的一個 核酸的呢大排長龍 為什麼呢 大家非常非常擔心 那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這麼擔心呢 因為最麻煩的就是 這次的Omicron 傳染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想不到幾件事情喔 單單就是去開個戶 開個戶玩 居家園開個戶 不小心就這樣打進去 那打進去呢 現在還有一個行業哭了 什麼行業 今天星期四 我單單今天下午已經取消 三個今年的尾牙跟吃飯的一個計畫了 很多就開始取消 為什麼呢 因為人數開始往整個北部跟南部走 往南往新竹走 往北往台北市走 現在做餐飲業的做尾牙的又要哭哭了 對啊 各位去想一個疫情搞了三年 這次的旅遊業 這次的一個餐飲業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而現在呢 剛好又到了所謂的尾牙的一個最高峰 現在很多科技公司 頭皮抓一抓 算了給錢好了 給員工錢其實倒也還好 但各位 其實大家要互助喔 這次業者真的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喔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開始在取消尾牙了 而這次的一個人數 開始往台北市走之後呢 狀況會越來越不好 但現在最大的麻煩來了 什麼麻煩 你知道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嗎 這次其實以國內來說 我們國內的感染人數 我們認為我們還控制得住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境外回來的 那境外回來 你現在已經說明了嗎 他們也是我們的國人啊 你讓他不回來很奇怪啊 可是他回來呢各位 每天的數字 從過去的十幾個人 來到了二十幾個人 來到現在開始 網上做整個報表的一個動作 今天都已經拉到四五十個人了 但是考驗才要開始 考驗才要開始 因為從明天開始 會進入反國的一個高峰 每天回來的一個飛機 這次單單美國區 大家看的頭都痛 今天國內的媒體報導就是說 明天最少在四千一百人 高點可能會漏到四千六百人 這麼多人到回來 現在是二十四小時 直接在機場 先做整個所謂的檢疫的一個動作 然後呢 到整個所謂的檢疫旅館 但這麼高的量能 真的撐不住嗎 所以現在第一個 對於整個境外移路的部分的話 真的病例太多 所以目前的一個病房 是在拉緊報的 但這次最大的一個麻煩是在於 Omicron的一個感染的一個數字 真的拉得非常非常快 好當然我們希望呢 這個還是為飛官集氣祈福啦 但是呢 這個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2022呢 藍營是不是要自求多福啦 好那另外呢 就是在台中的部分 台中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盧市府呢 也深陷爭議啊 首先呢 就是在這個 北屯太原段 這個社宅 社會住宅這個用地 到底有沒有賣給建商 蓋豪宅圖利啊 前台中市交通局長王毅川呢 指控說呢 本來呢 這個社宅用地呢 賣掉的 賣掉之前 一瓶大概是14到16萬 結果呢 這個盧秀燕呢 把它賣掉之後呢 讓這個建商呢 現在可以賣到 一瓶30億萬的翻倍價格 而且盧秀燕還調降了 地價稅還遭到了監察院糾正 圖利建商 他說真的是讓人非以所思啊 好那我們就來看 這一次呢 這個台中市 都發局呢 跟嚴加的反應不太一樣 他們做出反擊了 黃文斌怎麼說呢 他說 林嘉隆市府 當時飆售一瓶大概19萬多 剩下的那一半土地 也就是說呢 之前他把這個一半賣掉了 那剩下的一半土地 盧秀燕可是賣到 一瓶33萬呢 而且他說呢 這個還是要幫 台中市政府進帳 然後呢 這個社區住宅呢 這個北屯太原段呢 把他這個賣掉之後 要幹嘛呢 他說改到了西屯國安段的這個基地 還比原本的太原段 戶數還要更多耶 還說呢 你還批評這個 綠營的說法 說你不能說有撈到土地 就是規劃啊 你要真的編出預算發包 發包跟興建以後 才是這個要推動的事實啊 而這個鎮鷹站的這個鎮鷹的部分呢 那台中市的交通局長也有做出回應啊 他為什麼這個鎮鷹站的出口 要設在嚴加的土地上 這個台中市府交通局是說 七到八成的民眾 甚至民進黨的議員 都希望要設鎮鷹站啊 原本規劃的B4這個站呢 這個就是人煙稀少 才改到現在建案林立的鎮鷹站 鎮鷹路口去設站的啊 不過 台中市民進黨團總召江趙國呢 反擊 說殺戮站為什麼一到四百五十公尺外 靠近某一個特定家所的土地 都還沒說明呢 現在又說平頂站也可以設出口 可是送交通部的規劃報告書裡面 根本完全沒提 所以呢 這個根本擺明了 就是幫盧秀燕援往欺騙社會大眾啊 還呼籲盧秀燕要出來面對啊 好 但是呢 當然喔 這個整個事件的背後呢 其實最主要的 還是為了2022的這個大選 再先問一下這個年話啦 關於這個 社會住宅的這個爭議喔 現在這個台中市多發局已經回應啦 拜託 我們賣的價錢可是更高的呢 我們還有幫中市府還多賺一點錢耶 而且呢 我們這個改到西屯這個國安段以後 我們貨數還更多耶 所以 那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啊 昨天台中市的記者會 開記者會是好事 但是 我不會指控他說謊 但是他只講了部分的事實 那這個事情 你如果只了解部分事實 你會覺得說 兩邊講得好像 鬥不太起來 台中市這種說法 就是說第一個 那塊地喔 它原本是社會住宅的用地 你為什麼要把它賣掉 那它的市府的說實是說 北屯沒有了 但是我們到西屯 我們還多蓋了幾戶 是有多啦 數字帳面上來看 是多了大概二十幾戶啦 問題是第一個 北屯的土地沒辦法搬到西屯去 我是不曉得北屯離西屯有多遠啊 但是我舉例假設說 北屯假設是我們的內湖區 西屯是小平所在萬華區 我公司在內湖 我是個年輕人 我原本要在期待說 欸這邊如果蓋了社會宅 我搞不好還可以抽籤 我還可以租到 結果你現在跟我講說 這個沒有了賣掉了 我們要去萬華 那你是要叫我換工作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得標的是總泰建設 總泰一定會標到這塊地 台中政府跟你講說 我溢價溢價 標了38億 為什麼總泰聯要標這塊地 你知道總泰聯這塊地 在附近有七個建案 有七個建案 對 好再來講捷運的部分 鄭英站總經交通局的說法 也是相當的不專業 他說他不知道那個出口 是延價的土地 真假 請問你車站蓋出口 要不要用地 要啊 那你要用地 你要不要搞清楚這塊地 是第一個 他是供的還是濕的 如果是供的 假設是台唐的地 那我是不要去跟台唐講說 是不是可以撥用 那撥用 要有償還是無償 那如果是私人的土地 那我是不是要徵收 還是要做聯合開發 你可以不用管誰的地 我就直接改了嗎 當然要問嘛 最好是在中國是這樣啦 對啊 所以 交通局你不要講外行話嘛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車站的出口是誰家的地 你一定會知道 因為這個 土地取得要有成本 你這個都要計算在你捷運的成本裡面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他現在講說 他昨天播的那個公聽會的片段 對不對 我們有聽到的確很多人講說要設正音站 但是終結捷運南線其實開了好幾場公聽會 他播的那場是在殺戮的公聽會 是針對殺戮地區 他公聽會地點都在市政府啦 但是針對你針對殺戮地區 當然是要設 當然要設正音站啊 我也沒有反對要設正音站 如果他真的有需要 但是現在請台中市政府 你必須要拿出專業來說服我們大家 就是說 那原本規劃的平頂那個站 在規劃書裡面的確沒有平頂這兩個字 他們都是用代號 原本那個站為什麼沒有了 那個站照你交通局的評估 你不管是每日公車的載客數 或是說附近服務的人數 其實都比正音站多 那你為什麼人多的不設 你要設在人少的 你總要有個專業的理由跟我們講嘛 你為什麼人多的不設 你要設在人少的 你總要有個專業的理由跟我們講嘛 到現在交通局講不出來 還有一件事他不講的是 他昨天播的那個公聽會 是在2020年的9月之前開的 你說因為公聽會裡面 大家支持嘛 的確民進黨議員也有爭取 我覺得這都合理 今天如果萬華有捷運 你覺得中華人不會爭取 在萬華多設幾個站嗎 這都會嘛 但是最後要不要設那是專業的評估嘛 好 可是2020年的9月 你在開完公聽會之後 為什麼交通局到市議會的雙方報告 你還是說正音站沒有設站 不符合設站的需求 可是後來 你去跟顏利敏見完面之後 就突然宣布就要了 這這一點到現在 我在等台中市交通局解釋 但是沒有 還有最後他講說那個平頂站 說 要在這個現在的站 要設一個出入口往平頂 在國際村內站 就是他們有台中人叫東海別墅 國際村內站要有一個出入口 拉到平頂站去 你知道嗎 那個距離有多遠 你知道嗎 500公尺 500公尺而已 而且是上坡 你要一個搭捷運下車之後 然後往上坡走500公尺 才能走到平頂站 你這不是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整人嗎 所以我覺得你這些事情 你都要用專業來說服大家 因為這個計畫現在還在交通部 我們現在問題我覺得 問的問題我覺得交通部 最後也會問嘛 他最後也會問台中市政 我說你是基於什麼樣專業 平頂不設站要設到正英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其實 都非常清楚了 那至於說殺戮車站 為什麼沒有共站 他說他現在跟你講 只距離450公尺對不對 對不起 450公尺指的是直線距離 你在那邊走路不可能走直線 你又不是姓哥 都是非直線的 走路的話 我問過殺戮在地人 他說走路的話 至少要走到 差不多一公里以上 所以那個距離其實是有一段路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交通專業 你就用交通專業來說服大家 那你到最後 這些事情交通部 一定會再問你一遍 那你到時候 如果說你這些東西 連我們一般不是專業的人 你都無法說服的情況之下 你要如何說服交通部 核准你這個計畫 然後補助你經費 那台中捷運藍線 已經拖了這麼多年都沒有動了 現在這個計畫還沒核定 你要等核定才能動工 那如果不趕快處理的話 這條藍線不曉得等多久才能動工 那問一下這個義夫 綠營現在指控就是說 盧秀燕把這個社會住宅用地 賣給了建商去蓋豪宅 那如果說這個是真的話 那青年選票要跑掉一頭拉股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事情的爭議 當然我們今天還有一個 最新的這個事件發生了 就是說包括了這個 伊蘭縣長林茲廟 今天凌晨就被這個 連政署帶人大動作的去 這個搜查他的這個官邸跟住宅 甚至後來還約盤了這個 地震局長也包括了他 那這個事件如果串聯去 你看從嚴家到盧秀燕到林茲廟 接下來綠營又點名了雲林張家 如果這一連串的這個事件 在接下來一個一個串起來 你認為對未來會產生一個 什麼樣政治氛圍的效應 我覺得你給人家感覺 這是隔閣各道斷 我覺得打社會住宅 我覺得這個議題 我們先回來講一下 請問一下請林佳龍說明一下 2016年19萬賣掉 但到盧秀燕賣掉短短幾年 價差14萬 差了七成三六 台中的土地有這麼貴嗎 幾年內貴了七成多嗎 林佳龍有沒有圖利總態建商 蓋房子的事情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林佳龍要出來說明 第二件事情 2016年5月5號林佳龍擔任台中市市長 在台中市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定期會議 台中市社會住宅辦理情形 專案報告裡面 室友北區太原段1242戶 在進度當時的進度是3月8號 舉辦社會住宅說明會 有有這一個地段 但是2018年5月14號 台中市議會第二屆第七次定期會 專案報告的名稱叫做 台中市社會住宅共好你念 即第一座完工社會住宅 社宅進駐情形專案報告 沒有太原段 所以太原段裡面被取消蓋住宅 是林佳龍的決定好不好 你兩次報告這都是送到議會的報告 我剛剛有講2019年的預算有編 這都有報告的 有編預算 然後你現在賣掉 你現在賣掉 而且你2018年 你先聽清楚 2016年規劃的數字 是5950 2018年規劃的數字 是5503 足足少了447戶 這447戶少在哪兒 就少在太原段 所以你現在講 說什麼他賣土地不賣土地的事 而且都賣給同一家土地 同一家公司 你現在告訴我說 盧秀燕土地廠商 所以林佳龍沒有土地廠商 所以林佳龍賣是對的 盧秀燕賣是錯的 這個道理說的過去嗎 我覺得社會住宅可以討論 可以公平討論 但這樣討論對嗎 如果這樣搞的話 我覺得如果這樣搞 你真的是有一點讓人坐實了 你們就是割合割到底嗎 連讓我懷疑你們 時間點林之廟 是不是都故意的時間點 時間點你們想竄起來 好像搞一個土地正義的感覺 我對林之廟的案情 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地震局 處長被搜索被約談 被帶走繼續談 你就知道大概是跟土地有關係 還有鎮長 市地重化 你處長一定 你地震處處長 要嘛就是變更地幕 要嘛就是重化 要嘛就是民間自行辦理重化 等等裡面出問題 因為這涉及到地震的業務 所以當地震拿走的時候 地震被約談 我們大概就知道是這一些 應該跑不了這些案子 那林之廟被搜索 代不代表是被告 不一定喔 證人也可以被搜索 證人也可以被搜索 所以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還在等 你連證署出來做個說明 但是 在哪裡動作這麼大 好然後你看 從選舉的查會 到公投輸掉 12月18號贏了以後 12月19號 那根本毫無忌諱 服足病 就開始五天之內 就要在立法院進步二讀 五天 24號就要在立法院推進步二讀 然後一路下來 我覺得 八零一六年的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黨獨大 甚至於變得 變成那個氛圍已經到了一黨獨裁的狀態 因為我跑 我跑甚至跑很多年 我歷經過國民黨那一種 獨大到獨裁的狀態 當然最後會不會走到獨裁 我不知道 但我跑政治這麼多年 我感受到已經往獨裁 一黨獨裁的那個方向在走 你塑造出來的氛圍 是讓人家覺得你是 反正就是割喉割到斷 你那個政治上的意涵太強烈了 當然到最後 案情我 我不多談 是因為你可能真的 林志廟真的也可能設計處罰 也可能完全沒有處罰 是底下人處罰 案情本身我們不談 因為現階段 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每一個事情結束以後 就會有新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氛圍是社會上的感受的話 我就覺得2022或2024 這兩場選舉 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來給定義委員回應一下 還有怎麼看這些爭議 第一個我會把義夫的話 當作真言 但我也很訝異說 他會把一個案情不了解狀況 扯到政治上面去 你要知道搜索票不是檢察官要發就發 要法官準 在今天清晨6點45分 我說的是那個時間點 我沒有跟你講案情 我沒有跟你講案情 人家在偵辦有偵辦節奏 這個案情沒有人可以去主導內容 有人犯法該辦就辦 沒事就證明他清白 我只要提醒一點 搜索票不是檢察官要發就可以發了 要法官準 而就我們了解的實務上 地檢署的檢察長不要說到法官了 你要去搜民選首長的家 你沒有相當的憑證 你這個檢察官是要被檢察掉嗎 一定要有相當的證據 掌握相當的示證 你報到法官那裡 才會准你這個搜索票 這個編分三十幾路 包含羅東政長吳秋林 包含林之廟 包含地震處的楊崇明等等 那地點這個土地案的地點 大概就很明顯 在羅東政的範圍內 那附近是不是書號重劃等等 我們不清楚 但是至少這個啟動的偵辦的內容 他是從法官要准收索票才能開始 而且掌握示證 不是三天兩天生也出來 這應該是跟了相當長的時間 而這相當長的時間呢 不管是羅東政長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地震人員 牽扯的案子 我相信地檢署 因為這是針對 兩個都民選首長 兩個都國民黨籍的 女性的首長 地檢署會做一個說明 我們就等它說明 看看內容是什麼 這案子的弊案 掌握到什麼市政 可以去做搜索 但我回到這一個 先從這一次太原段的案子 我贊成義父該講的一點 我不太從圖利的方面去看 雖然林佳龍賣土地的時間 跟這一個盧炫賣土地的時間 你知道那兩三四年間 台中的地價還真的漲了那麼多 七成三喔 將近七成四喔 不想講七成四 地價七成四喔 有的都還漲翻倍以上都有 沒有那是成屋 我說的是土地 現在賣的是土地 台中的地價確實有成長 而對投資廠商 他還要看那邊的 那個叫做 他那個區段的容積率 所蓋出來的建坪住 我們不見到這一個太細節了 當時的林佳龍的規劃 為什麼是一筆留下來 當社會住宅 一筆賣出去 讓人家蓋一般的住宅 他在避免台北市 常常發生一個叫標籤化 台北市要蓋社會住宅 旧兵豪宅啦 地把打開都出來空移 我家這附近不要有社會住宅 認為社會住宅 是平民在住的 那是錯誤概念 社會住宅其實是 幫這個都市在養未來 是年輕的人 暫時沒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幫他扶一把 讓他從這邊開始發展 所以社會住宅的周邊 應該要好的公共設施 好的規劃 然後最好是不要說 這區全部都社會住宅 有混居型 這個是比較符合 社會住宅 讓年輕人發展 而不要標籤化的用意 當時林佳龍的市政規劃 是這樣子 那你兼盧秀燕 決定要賣這個配餘地 可以 請你告訴大家 你賣配餘地 你把這個社會住宅 從這個區域取消掉 為什麼 你賣配餘地 你把這個社會住宅 從這個區域取消掉 為什麼 是怕影響周邊建商 要賣房子的地價嗎 你把這個東西移走了 因為坦白講 台北啊大直啊 到時候發生的事情 要蓋社會住宅 周邊的建商都要抗議 你不要去我家 因為社會住宅租金便宜 你住那裡 我就被拉住了 你們都有發生過 你不被護皇的那樣 太誇張了 這麼優秀的立委 講出 根本連常識都不到的話 我知道你跟開發商很好 請你讓我拔掉 請你讓我把他講完 你不要講這種話 所以 在這個太原段的地號 你把它移走 你要有一個道理講出來 你不能只能說 我移到北屯區 那邊更大可以蓋更多戶 這裡原來規劃社會住宅 你做政策的變更不是不行 講出道理來 所以我剛才講的 我不會用他圖利地商 也不會講這一個集團 過去跟他們關係多好 人家標售就標售 但你把一個原始規劃 社會住宅的地方 把它取消 移到另外一個區域 你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這個區域 市政府已經投資 蓋了橋樑 附近有公共設施 如果這裡是社會住宅 你公共設施蓋下去 是大家得利 如果這邊是特定建商的地 你蓋了公共設施 是這邊地價會上漲 結果是不一樣的 這結果根本是不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不能談 為什麼不能看 至於賣給誰 總泰有本事標到 你就加錢去標吧 那是他的本事 總泰跟國民黨 跟藍營關信號 那也是他的事情 但這一塊區域 原來的規劃做改變的時候 請現在做政策改變 市政府說清楚就好了 合理大家支持你 不合理大家幹搞你 而不是現在弄了 這個誰先賣地 誰後賣地 配餘地 抵費地都有在賣的 那個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現在把這塊地 把它取消原來計畫 到底為了什麼 來小平 我跟你講啦 台北市的800億的公宅 是我給他的 我在公務第一招集人 整個黨團都反對啦 我就回到公宅啦 胡志 那你當初林佳龍 為什麼不把胡志強去移送法辦 2014胡志強決定 本來最早的是決定設宅 後來決定要賣了 很清楚吧 那你認為 那那個時候 你為什麼不攻擊胡志強 現在因為 因為盧秀營要連任了嘛 因為盧秀營出現傷口了嘛 盧秀營浮選 嚴家受傷了嘛 然後而且 剛好的節奏感太好了 然後嚴家輸了 霸場失敗了 然後就發動啦 就發動這個搜索啦 我不是說不能搜索 我相信地震處長有一定的責任 因為我同意 這個委員講的 就是你搜索這個大事情 沒有特別的 法官不會開搜索票的 可是節奏太巧妙的第一件事 第二 林佳龍 這個賣出了一瓶十九萬 林佳龍賣一半 那剩下一半 盧秀營你們覺得說盧秀營 你們的邏輯 盧秀營剩下一半的話 應該繼續弄啊什麼 一半也不好弄啊 這邊要弄一千 一千兩百戶左右啦 整體規劃 你可以說 你可以罵他說 該死 北屯 不可以移到北屯 不可以從北屯移到西屯 這個我同意 區域的你知道 可是不能說這樣 就一直跟總太綁在一起嘛 你賣十九萬 總太 你賣給總太十九萬 你別人賣三十四萬耶 那你奇怪 十九萬人上三立電視 去幹港三十四萬 盧秀營關山公解 這國家有沒有天理啊 瘋了 瘋了我跟你講 好再回來 那盧秀營的政見五千戶 完工加興建中五千五百零八戶 你要達標嘛 我跟你講 市長啊 或總統都會吹些牛 總統說八年蓋二十萬戶 我都不追究 他總統蓋多少 因為公宅是不容易的 而且公宅的規劃 要先規劃 丟出幾百萬的那個規劃費 那再來要 都要撥五年六年的連續預算 我們就給他很多年連續預算 那時候我當給他八百億 不是一年八百億 連續預算 然後公宅從規劃到開工 到送預算 慢慢蓋 地方抗爭 里長丟雞蛋 我跟你講那個苦超乎想像 大家應該努力從工 從湖到林到爐 能弄成是共同的榮耀 也是共同的承擔 因為你蓋了以後 當地里長都反對 跟年輕人都喜歡 有一定程度的世代戰爭 這哪有那麼簡單 公宅的事 因為我經手過八百億 我給他預算 文山也罵我 因為文山蓋的比較多 那為什麼文山蓋的比較多 第一個文山公有地比較多 第二個文山地價比較便宜 你沒有人在市中心蛋黃去蓋 那個是蓋那個公宅的 當然比較便宜的地才蓋的起來 而且誰說你年輕人的房子 不管租啊賣 你就可以住地保 不是這個社會主義 這是階級對你講的一些屁話 本來就周遭的慢慢 比較便宜的地 我這樣講啦 我覺得林靜宇 你贏了贏錢就不要贏嘴 贏了選舉就不要贏嘴 林靜宇說我會繼續追打顏家 你可不可以不要講這個話嗎 你叫別人追嘛 你委員那麼多 還有六十幾個 你講這個就是不舒服 我們輸了嘛 你還要弄到底 今天國民民進黨大到像地質 國民黨小到像B3 對中華民國對台灣好嗎 垮了嘛 這是個不正常的社會嘛 不是嗎 今天所有的電台 我跟你講 除了大概七打二吧 網路1450 我們拿扁鑽 怎麼跟你從夢想打 你還饒不了我 這國民黨也要爭氣 拿扁鑽會衝你兩刀嘛 就這麼簡單嘛 太誇張了啦 然後林靜宇講囂張的話 就是連家 那個信口志望連家 我還說你跟總泰 官商勾結更理想你才賣十九萬 然後像三立講那個話 我跟你講夫婦何言啦 國民黨就沒出席 被民進黨欺負到這樣 我們應該自立自強啦 就這麼簡單